大家好!我是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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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每次都 幫我爸幫我別幫你 又可以看到我爸了 這一集要跟大家聊什麼呢? 這一集就是要跟大家聊 韓國的Ajuma跟Ajushi 是對外國人都超兇的 有沒有過這樣的經驗? 就是我們來韓國的第一天 我就被Ajuma扭到 震撼教育 我記得我們第一天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行李很多 然後我們搭吉他球 就是從人穿 然後就一路上 就是被這樣 對!Ajuma一直在撞我們 對! 我們就是兩個很可憐的外國人 那麼多行李 為什麼要一直折我們? 先講第一點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韓國的Ajuma 然後Ajushi 五十歲以上 不管是外國人還是韓國人 如果是年輕人都討厭 對年輕人都很兇 所以你們也有被穿過嗎? 喔!當然! 就是在地鐵上 我也遇到過很多那種事情 我以為他們只討厭外國人 對啊! 我一直以為是不會講韓文的外國人 所以他們才討厭 不不不不 所以最近年輕人也 關係越來越不好 是跟台灣一樣嗎? 就覺得說 老年人都是把好的工作啊 就賺錢都賺走了 所以現在年輕人那麼辛苦 所以討厭 對對對 然後老年人都不知道現在的 年輕人很辛苦 對 對 中國 台灣也是 那個老人就會說 年輕人都不努力工作啊 年輕人就會覺得說 你們以前工作一個人 就可以買一棟房子 對 賺一輩子都買不到一棟房子 對啊!帥逼! 都買一棟房子 幾乎也每天加班啊 對對對 剛剛韓國英文一樣 因為我們之前有遇過 就是我們就是在搭吉他球的時候 然後Ajuma就會一直硬要擠上去 不然他就是硬要先擠下車上去 這樣推你這樣子 因為這種文化就是要尊重長輩 韓國的尊重是年紀比你大一歲 一歲也要尊重 就是長輩 但台灣不是啦 台灣至少要五歲四歲 才會覺得他長輩都沒有 很嚴格 所以老年人覺得你們是年輕人 所以你們要尊重我 我不用尊重你 所以我可以推你 一龍哥 我聽說有些老年人不是故意的 因為他們確實老人嘛 所以沒有力氣 所以他要服一下 對對他要服一下 那這樣就是韓國年輕人 會不會就是做出什麼回應 就當下就是說什麼 不要推啊或者是 幹嘛啊 最近越來越多了 有一個Ajuma 推了一個年輕的女大學生 然後他說 Ajuma別推我了 然後他說 你這個年輕人還跟我說什麼 就做什麼 兩個人罵起來 那旁邊的人會去解尾嗎 會會會 一般都是Ajussi Ajussi 就是叔叔會說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那那個讓座呢 公車跟地下體 什麼 年輕人會讓座給老人 以前是經常會的 但最近不怎麼讓 我也 會讓是不是 因為我們可以看出來 那老年人真的 是健康的還是不健康的 對對對 所以不健康的話 我也會讓 特別是韓國很多阿姨和叔叔 很喜歡爬山 他們爬完山以後下來 然後坐公交車 然後他們還要我們讓座 讓座 然後我們覺得 你那麼健康還 我還要 他只是累了 對對對 我之前有朋友就是在韓國 就是遇過他們去東大門逛街 然後就是Ajumoni 有些是會擺攤的嘛 然後他們就是 只要看到那種外國人 他們就會卡啊卡啊卡 叫他們把他走 然後還會吐口水 然後說什麼 什麼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子 就是 不就是在賣東西 應該是希望會有客人嗎 那阿姨也不會外語 不能解釋 然後也不能殺價 所以他們覺得 接待這個外國客人 是一種浪費時間的行為 那阿姨覺得 反正你們不會買的 但搞不好我們想買啊 對不對 所以 不然 一一一之一 那種阿姨們應該要 帶另外一個阿姨去買 才能買到好東西 那他們也會就是 對韓國的年輕人 就是叫他們卡啊 你不要買啊 至少不會罵 或者說我們走 但是他們會 表情上可以看出 他不再歡迎我 這樣子 所以 來韓國旅遊 要買東西 就是找 很親人 對 我覺得 有可能是這樣子 所以常常會覺得 韓國人對外國不親切 對嘛 因為常去的 比方說去洗他們啊 去什麼 都是阿嬤嘛 就是阿嬤把阿嬤洗比較多 買多有可能 這不是聽說 韓國的孕婦 就是就算坐在吉他球裡面 就是阿嬤馬也會叫他 躲起來 對對對 讓我坐 為什麼 有 對啊 這不人道欸 如果我來了韓國 就會發現 孕婦專用坐 是一種粉紅色的 對對對 喔對 所以 韓國的不壞坐 就是那個給老人 跟不方便的人的座位 還有特別在分一個 給孕婦的座位 對對對 你們兩個可以仔細觀察 那邊大部分都是阿姨在座的 那些阿姨們覺得 他自己也以前生過孩子 就是我以前也懷孕過 我也很辛苦啊 有什麼了不起的 對對對 但是就算他不站起來 很多阿姨們都會 站在他前面 可能一直罵 小聲的罵 小聲的罵 因為我聽說很多的韓國年輕人 都很想要移民 因為他們覺得在韓國 生活非常的辛苦 不僅是經濟問題 而且 很多文化 都很難 接受 比如像阿姨們 那樣 來台灣 台灣請坐 台灣歡迎 我跟朋友每天都說 你快去找一下怎麼離民 移民到了台灣 而且 對女生特別 不客氣 阿姨 都會 對女生 女生特別兇 等一下 在韓國也是重男輕女嗎 對啊 韓國也是 對對對 以前就是 而且 他們覺得女生比較弱一點 男生反抗 就沒辦法 對 台灣在這個方面 好溫度 這個地鐵裡面 看到女生穿 很少 穿很少的話 他們會很不喜歡 不喜歡嗎 你不是有一次要被等嗎 對 因為我就很 因為韓國夏天太熱了 所以我就很喜歡穿 就是 背心就出去 然後我就很常被阿姨媽回來 就狂看 真的 我有看到有一個阿姨媽 就是她走過去 然後回到這樣 阿姨 但是 因為最近韓國女生也很喜歡 因為太熱了嘛 所以 對啊 大家都喜歡穿跟熊馬一樣啊 很晚了 很晚了 很多阿姨是 說是他們因為擔心你 但是 對年輕人來說 只是一個 多晚顯示而已 反正不是 討厭外國 韓國年輕人也討厭 但是我最後想要問 韓國的年輕人會討厭外國人嗎 年輕人一般都不會 他們只是覺得這支英語水平不夠 所以 怕他說錯 怕沒面子嗎 對對對 他沒面子而已 但假如如果就是 對方外國人 是會講一點點韓文的 他們也不想要 跟他們當朋友 或者搭話嗎 嗯 因為 他會講一點點韓語 然後我會講一點點英語 覺得 要把它傳達 真正的意思 對 覺得很 很悶 很悶 是不是只要外國人會講一點韓文 就是 在韓國就是 比較可以得到 比較友善一點的代語 嗯 因為 而且韓國人覺得 很神奇 不管是西方人 美國人 或者台灣 還是香港 來了韓國以後 他們都會 用他們自己的語言 來點菜 或者那一個 對 那韓國人很不喜歡 不喜歡 至少他們會說 一個一個 的話 他們會覺得很 就比較好 所以來韓國 之前一定要學會 一點點 一個 沒有 有一些韓國人是 你只要跟他說什麼 一個一個 然後講完之後 他就會以為你會韓文 然後他就會開始跟你講大聲 然後你就會聽不懂了 像我們第一次去那個 那個 HOMEPLUS的時候 然後他不是說什麼 有說先PROHASEO 然後我們就說 內 然後後來他就說什麼 然後我就跟他說 因為我聽不懂 我說內 然後他就說 然後我就 我們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們在機場外面訂了一個飯店 對 然後他跟我們說 開去那個飯店要 十幾萬 然後我們進去 機場裡面問那個會說中文 然後說 都讓我們去那個地方多少錢 機場的一萬多塊 對一萬多塊 但是去外面整排的計程車 每個都跟我們說要十幾萬 跟我們都跟我們說要十幾萬 所以他們是故意的對不對 對 因為你們那些計程車們都說好 對對對 都認識 所以是因為我們是外國人的關係 如果今天是歐巴你們的話 他就不會跟你們說十幾萬了吧 但是他們對韓國人也 經常會做 比如說晚上回家的時候 如果我喝醉了 他們會 勞一群 我也經驗過 因為我當時喝醉了 所以 很兇 很兇 可是如果 直接把錢 扔過去 我也有很多次 沒發現 因為有喝醉 所以 我也上他們很多次 好 所以看完這支影片之後 大家就是不要擔心 韓國的阿祝馬跟阿祝士 也是非常討厭韓國年輕人 韓國是找韓國的 不是超討厭我們外國人而已 找韓國的年輕人就對了 對對對 好 那如果你們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這支影片點個喜歡 那如果還沒有看 我們跟歐巴呢 拍的上一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點開上面這支影片 收看 繼續看 對 然後呢也歡迎追蹤我們三個的Instagram 也歡迎訂閱 一直愛遠的YouTube頻道 還有米露的YouTube頻道 亂吧 耶 如果破十萬的話 我們就跟歐巴來個挑戰 沒有 沒有 把歐巴送去台灣 沒有 沒有 派一個禮拜的行程 喔錯 blogs 那果然破10萬吧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安妞